好,第十题,if one of the root of the quadratic equation is three times the other, find the root and the value of k. so,在这一边的时候,他说一个root是另外一个root的那一个三倍, 所以我就 let它是α跟3α是它的那一个root, 因为α的三倍是三α嘛,所以α跟3α是它的root 所以我在这一个sum of root的这一个部分的时候, 它是α加3α会是等于-4% 所以我的4α是-4% 所以我的α是-1% ok,然后这样接着我们的那个 k的话呢,我就有α乘3α会是等于k分3 所以我的-1% 乘3×-1% 会是等于k分3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,这一个直接越掉 然后过后这一个又直接越掉 所以我拿到的是k等于1 so,α跟3α是它的root 所以-1% 还有3×-1% 也就是-1% 和-1是root 然后我的k是p ok 这一种类型的题目呢,也是属于考试长处的一种题目 然后它讲,一个root是另外一个root的3倍啊,一个root是另外一个root的root2倍啊,一个root是另外一个root的root2倍啊,一个root是另外一个root大它3啊,大它5啊,小它2啊,这些都是这样的类型 这种类型的题目,最难的是什么呢,它说,一个root是另外一个root的recipoker ok,马来文也是recipoker,recipoker就是导反过来,导数 so,一个是alpha,另外一个是1×α,这样 ok,recipoker的话 recipoker是导数 就是说,5的recipoker是1×5 然后-3的recipoker是1×3 2×3的recipoker就变成3×2 x的recipoker1×x,alpha的recipoker1×4 好,find the value of k if the root of 这一个differ by 2 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有led alpha和 alpha-2 是root ok 其实我自己本身更喜欢吃alpha 跟alpha-2的,不过正常 很多人听到这样defer的时候,他会用- 所以我在这一边,我的那个sum of root的部分呢 是alpha加alpha-2等于-10和1 所以我的2alpha等于12,alpha等于6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的情况之下呢 它会是等于 所以我的这个root的话呢 所以它是root呢 会是等于 6 还有6-2 也就是4 所以它就 product of root是6乘4等于k 和1 所以我的k会是24 ok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可以找到我的root 是6 是6 跟4 然后 它的那一个k 是24 好 解决 来,第12题 它说两个root differ by c show that 这个东西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的那一个led 那个alpha和 alpha加4 是它的那个root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会有那个sum of root的那个部分 它就是alpha加4 等于这个-2q 所以我的2alpha 等于-2q 除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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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的部分呢 我就有这个alpha乘 alpha加4 等于r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就会变成了-q p -2 乘 -qp -2 加4 然后等于r 然后等于r 和p 这个是-q 和p -2 乘 -q 和p 加2 这样就变成a2 a加b a加b a -b 这样就会变成a2-b2 所以它会变成q2 和p2 然后-4 等于r 和p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就会有 它现在是把4p2 所以我全部乘p2 我就有q2-4p2 等于rp 就是说我来这一边的时候乘p2 然后我再把这个反过去 这个反过来 所以我就有4p2等于q2-rp ok 4p2等于q2-pr ok -pr 嗯 -pr 这样就show了咯 因为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从头到尾 整个它要我们show了没有alpha 所以我把alpha写成subject 像我们在第三课做那个smultaneous equation的时候 我 不要有x的时候我就写x as subject 我不要有y的时候我就写y as subject 然后sub进去的时候 我把我alpha sub进去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alpha ok 我是在这边写成alpha 我在这边写成alpha写不到 ok ok 不要拿这种不可能 ok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 好 第13题它说alpha和beta是root for这一个 so 呃 alpha加beta呢 会是等于 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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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px5-24x25等于0 所以我就有4px2-10p-24等于0 2px2-5p-12等于0 然后在这一边等于0的时候p2p 然后6,2,10,2,4,3,12,4,8 然后它会变成-8加3 所以我就有p-4等于0p等于4 2p加3等于0p等于-3和2 好,第13题 它告诉我alpha和meta是root 或这一个find the possible value of 这三题我讲了 现在我们看14题 它的root of quadratic equation是alpha beta root for这一个是这样 find the possible value of k 这一个呢 它SPM有出过类似的这样的一题 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之下 alpha加beta会是等于-k per 2 所以我就知道alpha加beta是k per 2 然后我的alpha乘 beta是k per 2 然后接着它告诉我 这一个东西是这样 所以从这一边我知道它的sum of root 1 per alpha square加1 per beta square 会是等于 那一个呃-5209 所以它这一个是5209 这一边我乘beta square 这一边我乘alpha square 所以它这个会变成alpha square加beta square 首先是重复了 so我们这一边才是它的重点 就是说我的这一个地方 我就有alpha square加beta square over alpha beta square 会等于52的时候 52 per 9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它是alpha加beta的square 减2alpha beta 整个东西除那个alpha beta的square会是等于52 per 9 所以我把它sum进去的时候 我就有k per 2的square减2乘3 per 2 over3 per 2的square等于52 per 9 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就会我直接把这一个东西乘上去 所以它会变成了k per 2的square减3等于 这一个52 per 9 然后52 per 9 整个东西乘9 per 4 所以它会变成13 所以我的k per 2的square会是等于16 所以我的k per 2会是等于加减square root16 等于加减4 所以我的k会是等于加减4乘2 等于加减8 这就是它的档案 这就是它的档案 k等于加减8 就是这样啊 好 given that k跟k加3h是root for 这个equation express m in terms of 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的sum of root呢 是我的k加k加3h会是等于减8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2k加3h等于8 ok 然后这一边它有m跟h 它没有k 这一边没有k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k as subject correct as a subject 所以我的这个k等于8-3h per 2 然后我的product of root的部分呢 它是k乘k加3h h等于m ok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把这个sub进去 我就有8-3h per 2 乘8-3h per 2加3h等于m 所以我的8-3h per 2 然后乘这个是8 这个五分母是1 乘2乘2 乘2 6-3 就8加3h per 2 等于m 所以我就有64-9h2等于4m so它要m as a subject的情况之下 我就全部一起除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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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我的m等于16-9-4h2 好就是这样 好在这一边第16题它说alpha beta 是两个positive root 然后他给我们这个information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能够知道的是 我的alpha加beta 会是等于-h 我的alpha乘beta 会是等于k 他给我这一个是这样 ok 所以 呃 我 要不要用高手的方法来做呢 so我用正常的方法来做一遍先 so我在这一边 我有alpha等于7加beta 这个是我equation1 这个是我equation2 然后我sub我的equation1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我有7加beta的square 加beta的square等于85 所以我有7749加14beta 加betasquare 加betasquare等于85 然后-85等于0 所以我就有2betasquare加14beta 减 这一个是36等于0 所以49-85 这一个是-36 所以我就有betasquare加7beta-8等于0 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就可以开挂5等于0 所以我就有betabeta 然后这个是298加9-2beta-2等于0beta等于2beta加9等于0beta等于9 这一个rejected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告诉我alpha beta都是positive 所以我的beta等于2的时候 我的subbeta等于2 intoequation1 alpha等于7加2 等于9 所以这样的情况 我的这一个 什么h 会是等于negative of alpha加beta 所以是alpha加beta9加2 所以他会变成-11 然后k是alpha乘beta 就9乘2等于18 ok 这个是普通的人的做法 ok 高手的做法是怎样的 高手的做法是 我现在有这一些information 然后还有这两个information 然后 for高手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直接 这一个alpha-beta等于7的这一边 我 左边square他 右边也square他 所以我就有alpha-2alpha-beta加beta2等于49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把这一个扳过来 这个扳过去 然后我的这个alpha-2加beta2是85 所以我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就85-49等于2alpha-beta ok 85-49 才会变成36 等于2alpha-beta 所以我的alpha-beta是18 所以我的k是18 然后接着我的alpha-2加beta2等于85的时候 so我知道alpha加beta的square 然后 蜜 complained 是我的alpha-beta2加beta 大过0的 所以我的alpha加beta 会是等于11 然后我 w的11等于peteh 1 peteh等于-11 peteh等于-11 谢谢观看